有心,我告诉你,其实啊,一虎一直在抓紧时间训练 你小心点啊,小心被一虎KO掉 你懂个毛线,你让一虎自求多福 第一回合的拳击规则,他能不被KO就已经很牛逼了 大家好,我是葛特小男 一虎和三拳两拳的比赛近在支持 双方更是在积极备战 两人的实力相当,路是谁手还真不一定 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 他一大声王大海竟然突然爆出一虎在秘密训练新的拳法 KO三拳两拳也不是不可能 他俩的这场比赛真是历经三折 头几天还差一点流产 一虎更是抛出生命的母亲 让三拳两拳听得都有些深算 我在这里,你看,我想说几句 就是,就是柳先生,你看 我妈妈,我妈妈然后那个神经衰弱 我妈妈身体不好 然后那个,她知道我打这场比赛 又知道你那么魁梧,快头那么大 我妈妈然后这段时间 然后去到医院好几次 我妈妈都有点,就是都有点这个 怎么说呢,让人一看都不正常了 她给人家带出手 我儿子要打比赛 他打的那个人是柳心,可高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我有用心对待比赛 才是给母亲及粉丝们最好的交代 作为对手的三拳两拳 更是为一虎加油鼓劲 让一虎从事信心 专心训练 迎接比赛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三拳两拳竟和185猛男来了一场比赛 但我还真的不知道位置 好,好,好好的,不开 哇,谢谢小拓山手的汽车 好漂亮 我开始了,我开始了 三哥应该这场打完了会打 我们可以看出三拳两拳的边腿不是一般的重 踢的185没有一点脾气 这让很多人都为一虎感到担心 认为柳心的拳腿非常重 并且身高体重都占优势 一虎想赢他 这次难上加难 对于三拳两拳的实力 一虎也是非常的认同 他非常明白 三拳两拳会有什么战术对待他 所以他也在积极弥补自己的不足 他一大尸王南海竟然爆出内幕 刘欣,我告诉你 其实啊,一虎一直在抓紧时间训练 偷偷的秘密的训练拳法 你小心点啊 你就你这个拳 小心被一虎KO掉 以王南海大臣的说法 有专业人士提出质疑 并且分析了一虎的拳法 王南海老师 你现在没事又在这瞎搅和是吧 你懂个毛线 还一虎加强拳法 拳法那么好加强的吗 一虎练了这么多年 一虎的拳法打法的习惯 他只要打极了 他这个拳法的习惯是改不了的 两个月的时间是很难 让他重新改变一种打法 知道吗 一虎最有威胁的就是一个后手的大摆拳 但是你记住 他的后手大摆拳 密招很大 甚至于说还有一个朝后拉的一个动作 另外 一虎的脚步并不是很快 想打中三天狼腿 必须大摆拳配上他的灵活的脚步 否则是打不中的 还有你记住 三天狼腿的臂展很长 启动速度很快 前手控制就能给他控制死死的 直拳破摆拳 一直前手就能给他控制住 进去了以后后手的直拳的银机 后手的摆拳的银机 勾拳的银机 你知道个毛线的 你让一虎自求多福 第一回合的拳击规则 他能不被KO就已经很牛逼了 不要在那里下脚步了 这个月十号你等着我 个人认为 柳欣要是用左直控制距离 后直加边腿 能把一虎打蒙 就算一虎近身也没用 柳欣会爆 只要三圈两腿不放水 打赢一虎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虎最大的弱点还是在心理上 第一对于柳欣 他有些畏惧感 第二从原始形态上 一虎有些太自卑 第三一虎太容易急躁 心急避乱 导致他不能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各位大佬 对于这场比赛 更看好谁能赢呢 欢迎评论去留言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